原标题 此人曾在唐朝留学 回国却成劲敌 压制唐朝三十年 薛仁贵都打不过大唐帝国 是中国最开放的王朝 因此 唐朝欢迎列国人民前往中国学习文化 当时来自西域 新罗 日本 楚藩 南兆等国的留学生 云集于长安 为了招待这些留学生 唐朝不惜花费血本 专门行建底宅供他们居住 同时 大红卢唐朝外事机构 还专门为他们提供饮食 价钱非常低 在所有留学生中 唐朝最重视 当时具有贵族身份的留学生 特别是来自敌国的贵族 当时 很多敌国贵族都前往长安当人质 而唐朝也叫他们为师子 这些人可以出入宫进 结交皇室和高官 唐朝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老师 教授他们礼乐知识 唐朝希望运用这种手段 潜移默化地将这些人变成亲唐派 然而这样的努力 却常常是鱼烂尾 相反这种行为 还给唐朝带来了一系列强敌 论亲灵 又名贾尔亲灵 此人是土藩开国元勋陆东赞的次子 在他年轻的时候 曾入室于长安 对于这个聪明的青年 唐朝非常重视 给予他非常优厚的待遇 因此 论亲灵懂汉文 熟读汉人的历史 甚至还会写汉史 然而 令唐朝想不到的是 论亲灵却借机窥探唐朝的虚实 了解唐朝的军事 经济状况 不久后 论亲灵结束了在唐朝的留学生涯 回到了土藩 回国后 论亲灵立即被土藩赞普予以重任 并执掌了土藩的军政大权 论亲灵俯一当权 立即采取了对唐朝的敌视政策 因为他知道 现在唐朝正在东方歼灭高距离 乌暇对付土藩 同时他也清楚地明白 只要唐朝灭亡高距离 下一个就轮到土藩了 于是 论亲灵先下手为强 夺取了唐朝在青海湖附近的领地 并占据了西域十八个基米州 沉寂已久的土藩突然发难 让唐朝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当时高距离已经灭亡 犯上作乱的心罗不足 悲剧 因此 朝廷抽掉了高丽方向的军队 准备一举歼灭土藩 其中包括名将薛仁贵 面对十多万唐军官兵 论亲灵毫无拘色 他就地征集部队 进集中了四十万部队 这个数字真是不可思议 论亲灵利用唐军对高原反应的不适应 一举击溃了唐军 薛仁贵仅以身免 这场可怕的失败 正是著名的大飞川之战 大飞川之战后 论亲灵立即北进 占领了安西寺镇 将唐军逐出了西域 就这样 唐反大战正式爆发 公元六百七十八年 唐将领进玄和刘沈里 带领十八万大军再次出征土藩 论亲灵以意代劳 又一次 在青海湖附近交战 之后 刘沈里孤军深入 遭遇了论亲灵的埋伏 被当场俘获 李静玄听闻前锋战败 心声胆怯 于是立即撤军返回 随后 唐朝和土藩在西域反复拉锯 连续一守了三次 公元六百八十五年 论亲灵因战功成为土藩大象 成了土藩帝国真正的主宰 论亲灵 趁此机会驻扎于何原地区 屡次侵犯武周 此时武则天已经篡位边境 唐军屡战屡败 名将王孝杰被当场俘虏 如果不是他长得像土藩在土的父亲 恐怕躲不了当头一刀 由于周军屡次遭遇重挫 强悍的论亲灵 让武则天苦恼不已 然而安息都护国元镇 看出了论亲灵的弱点 那就是国人不负 虽然论亲灵压制朝廷长达三十年 几乎很少战败 但是土藩毕竟是个穷国 经不起战争的折腾 因此饱受战争伤害的百姓 对论亲灵非常不满 因此郭元镇提议 每年都向土藩派出和平使者 让土藩人知道周朝义和的诚意 如果论亲灵不肯和谈 百姓一定会对他不满 因此便可离见论亲灵与土藩的关系 此后武则天一计而行 每年都派和平使者 而论亲灵果然不同意和谈 战争仍未停止 到了这时不仅土藩百姓对论亲灵不满 连十九岁的土藩赞普赤都松赞都对他不满了 赤都松赞认为论亲灵太专权了 已经威胁到他的地位 因此他依然发动政变 例如明臣薛灯就劝谈武则天 如今四方世子云迪长安 论亲灵阿始得元真 孙万荣等胡寇都曾入室朝廷 尽亏我国虚实 回国后都成了鞭害 因此薛灯认为应该停止这种不合理的留学制度 任何留学生都不应该收 不过武则天认为他太极端 因此拒绝了他的请求 毕竟像论亲灵这样狼子野心的留学生并不多 这个制度从总体上还是很好的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